山路下坡路段 前方游览车 车速放慢 但后方小轿车等不及了 往左急切超车 会不会太危险 不但穿越双黄线 而且就在连续弯道 一台 两台 三台 连续三台车超游览车 还差一点撞上了对象来车 驾驶惊绝 这才赶紧急切右铐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重回现场 这里是南投珠山往西投方向 投151线道 尽管是平日车流量也不算少 现场直击果然又发现有驾驶违规逆向超车 直接就一次就超过超三部车 看得相当危险 转弯又多 尤其上坡下坡又抖 当地民众说山路一边双线一边单线 加上游客上山车流量大 导致超车违规频繁 一辆 两辆 大家又样学样 有这么赶吗 把地上标线当作参考用 根本没在管 已经道路比较狭小 而且都禁止超车 开车跨越双红线 而且海市山路弯道已经违法 警方将根据画面对车主开罚 1200到2400元 可不能把交通安全当儿戏 记得陈家贵 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